大家好,这里是穷奢己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盐巴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人类生存必须物质 由于古代食品不易保存,人们饮食受到季节变化的限制 丰收季节的生鲜食品难以保存到寒冬嵌收的时节 直接带来饥荒甚至死亡的风险 直到发明了食盐腌制存放食物之后 人类才终于摆脱不断密室的压力 这时也才开始有长途旅行与迁徙的条件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理解 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就是建立在食盐的根基之上 有鉴于食盐对于人类社会的极高重要性 而且天然秩序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容易 在漫长的历史中 食盐一直被视为珍贵的贸易与战略物质 在某些时期甚至被用作有价值货币使用 其重要性不亚于现代的石油 也因此在古代文化中 食盐贸易一直都跟城市兴衰 经济繁荣与战争的胜负结合在一起 拥有食盐生产与贸易权的人们 都是富可敌国的存在 然而时至今日 食盐已经成为非常廉价且普及的调味料 即使是穷人 你也很少听到有人为了省钱 而在煮饭时不加盐巴调味 乍看之下 食盐似乎失去了它的金贵地位 我们很难想象这么容易取得的调味料 在生产过程中会遭遇什么困难对吧 但事实上 当前世界仍有一群人 正在最恶劣的环境之下 领着最低薪质 莫着生命危险开采食盐 为你我桌上的廉价调味料付出姓名 本影片就要带朋友们一探究竟 那个有着500年历史 隐藏在印度偏远沙漠不为人知的盐根产业 根据疫情前2009年的数据 世界盐产量最高的三个国家 依序为中国 美国和印度 其中排名第三的产年大国 印度 有过半的盐产量 来自境内一个没那么有名的地区 古吉拉特邦 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最西侧的行政区 该邦西部和西南部紧临阿拉伯海 北部与巴基斯坦接壤 全境约19万平方公里 居住人口超过6000万人 而在这个最边缘偏远的地区 有一片土地上的人们 至今仍维持着数百年以来的传统 那就是古吉兰恩沙漠岩藏 古吉兰恩名字中的兰恩 在印度图画中的意思就是沙漠 这一片占地约26000平方公里的荒芜土地 是全世界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之一 其北面紧临恶名昭彰的塔尔上漠 并坐落在印度河入海口与冲击三角洲 虽说有着冲击平原之名 但这里并不如大家所想的那么丰饶 由于当地第四平坦几乎与海平面起平 每年雨季引发的洪灾 都会把古吉兰恩绝道多数土地淹没 加上紧挨着阿拉伯海的地理特性 这里的土地严减化非常严重 该处气候十分极端 在炎热的夏天 当地的平均气温高达摄氏44度 甚至还曾出现过50度高温纪录 而到了冬天 温度可能骤降到冰点或甚至零度以下 前面提过的雨季与旱季 以非常极端的分布影响着枯其兰恩的一切 当地全年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干燥 各地呈现标准的沙漠景象 但到了每年6到9月雨季 这里又会被暴雨洪环淹没 几乎每一寸土地都会淹没在半米到一米深的洪水之下 而当雨季结束后 混合了海水的洪潮又会在烈日照射下快速蒸发 正是上述独特的气候特性 造就了当地特殊的传统产业 盐耕 资料显示 目前约有6000个阿加利亚家庭 在枯其兰恩这片土地上 进行最严苛的盐耕作业 当世界各地享受着随手可得的盐巴时 这些人仍在用最落后的方式 在恶劣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生产食盐 回到数千年前 枯其兰恩当时还是阿拉伯海的一部分 即使后来因为地震与河川改道等因素 使得这片临海沙漠浮出海面 但地底暗藏的地下水脉 却充斥着比海水还要浓十倍的咸水 而当地充满日晒的极端炎热气候 加上干湿分明的季节性变化 使得难以农耕的枯其兰恩 成为最适合残岩的土地 阿加利亚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盐耕 每年都会带着全家家当在沙漠中徘徊 其中包括可以支撑全家人 6个月生活的饮水与食物 对于已经在当地生活树辈的阿加利亚人来说 盐耕仍旧不是简单的活 首先他们要顶着摄氏40几度的烈热 在沙漠岩藻中找寻藏有盐水的地下水脉 当家庭中最有经验的长辈 找到可能的水源地时 他们就开始挖井坦麦 在大多数情况下 人们必须徒手挖下约9公尺的深度 才可以探到水源 整个住井的过程要一个星期左右 等到评估水源运藏与含盐量 足以进行盐耕以后 整家人便会开始在邻近地区上面 建造一块一块的盐水池 一个盐田大约会建造10到20座盐水池 同样是徒手开挖 这些盐水池会被建成规则性的排列组合 当大略的形态挖好时 阿加利亚人会再利用简易的压土器 把盐水池的底部压紧压实 在他们的经验中压得越紧实的池底 到时候产出的粗盐晶体品质就会越高 在盐水池建造好以后 阿加利亚人接着会把充滞着高浓度盐分的地下水 从井底吸上地面 注入一座座空池之中 等到盐水池全速注满盐水 这一季的盐耕也正式宣布开跑 而盐田附近的荒芜沙地 也就成为这一家人未来半年的局所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间 阿加利亚人必须每天不断地耕地 在盐水池内用一种类似罢货里的木制器具进行耕作 他们通常一大清早就会上工 以避免最炎热的下午时分 但事实上他们仍旧避不开直射的烈热 以及动辄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盐耕的原理就是利用太阳光照射的热度 让注满池子的盐水逐渐蒸发 最终剩下来的固体盐就是产品作物 这听起来很简单对吧 但做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想要生产出有加工价值的盐金 必须经过有经验的种植与栽培 阿加利亚人要从最一开始的满池咸水 慢慢养出细小的固体盐晶体 待母晶体成型后 它们必须不间断地翻搅水池 看起来就像在梨田一般 之所以要频繁更做 是为了把小颗粒的盐粉晶体 自池底翻搅到上层 这样一来盐晶才可以均匀生长 发展成越来越大颗的晶体 在蒸发作用进行的同时 盐水池内的盐粉浓度会越来越高 直到达定定池 并开始有盐粉释出 历经多代人的经验传承 每一个成年的阿加利亚盐浓 只要尝一小口盐水 便可以精准判别其浓度是否达到标准 随着水分受热蒸发 会有越来越多固体盐分 堆积在这些母晶体之上 盐分晶体就是这样缓慢成长 直到最终形成方堂大小的晶体石 才差不多准备收成 而历经数月辛劳的成果 每公吨只能卖上2-4美元 在晶体尺寸还小的时候 一个人就可以拉得动离 但随着池水减少 晶体越来越大 这项工作就需要两个以上的成年人 才能拉得动 由于工作面积是固定的 这意味着越后期的工作会越辛苦 所花的时间也越长 虽然工作内容听起来并不复杂 但在这里工作却异常危险 根据统计 阿加利亚盐浓的预期寿命 仅不到60岁 其中不少人未老先残 甚至因年早逝 除了极端高温与长期暴晒带来的后果 盐池本身就是一个剧度无比的存在 前面提过 库奇兰恩的地下水脉盐分浓度 远高于海水 这里说的盐跟我们餐桌上吃的盐并不相等 自然界的盐由无数种化合物组成 而在当地 这样的水容易呈现出高度酸性 长久泡在水中耕田 很多工作都得徒手完成 盐浓的皮肤与粘膜长期暴露在高酸高盐的水中 导致了皮肤病变与许多吸入性疾病 在许多案例中 手脚病变的患者即便接受了节肢手术 确认在手术几天内不致死亡 除了酷热高温与有毒的环境因素外 光是太阳就能带来严重的伤害 很大一部分阿加利亚盐农最终都会失明 或是年纪轻轻就有不可逆的势力问题 这是因为他们在工作期间 会被长时间夹在由整体构成的纯白大地 与头顶的烈热之中 这球根在雪地不配戴雪镜 会出现血盲症状相同 长期有过多的光线进入瞳孔 将导致势力出现不可逆的伤害最终失明 而就像前面说的 一整家的阿加利亚盐农冒着残废与死亡的风险 在极端环境下辛劳半年 所生产出来的高品质盐金 最终的收购价每公吨只有2-4美元 总结来说 阿加利亚盐农至今仍延续数百年来的传统 持续在库奇兰恩这片荒芜大地上 进行艰苦的盐羹 每年都有不少族人死去 但他们却难以踏出这个贫穷回全 就跟古代许多电农一样 阿加利亚没有自己的徒弟 在产业中也没有话语权 加上当地政府的无能 导致他们产严的报酬 长期被收购方大肆剥削 在酬劳养不活家人的情况下 阿加利亚盐农不得不定其向剥削他们的人贷款 进一步在贫穷陷境里越陷越深 好了 这集的熊涩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